龙骑士坠落之前 手中依旧紧抓着紧锁龙筋的锁链 扯痛之下 一头头魔龙发出痛苦的嚎叫 这些锁链都经过特殊的黑魔法处理 与魔龙的灵魂相连 只在一个照面之间 龙朝军团便损失了数千的战士 毁灭军团战士的战斗力 让比尔斯巴达及暗黑军团震惊不止 远方地平线处 那银色的战争号角再次响起 砰 龙熊巨门内炸开了大量的黑烟 黑烟之后 那龙熊门猛然扩展了近百倍 就像被人从内向外推 哦 好 一阵洪亮的呐喊声从远处传来 尼古拉斯王朝的属地 完全被浓烈的惊人黑色魔气 所覆盖 可见 数个身躯有黑如铁 头顶巨大鸡脚的黑色魔神 头顶天 脚踏地 从黑色的拱形门中踏出 在他们的胳膊上 附着一条条巨大的黑色锁链 云烟之后 隐约可见 一个巨大的黑色金字塔的四边 露了出来 那巨大的呐喊声 正是从这些近千丈的黑色巨大魔神 嘴中发出来的 八名黑塔一般的巨大魔神 出现在天地间时 整个空间 骤人显得无比的狭小 一股深沉而危险的气息 充斥这片天地 在这些巨大魔神面前 身躯庞大的魔龙 都显得渺小了 随着八名巨大魔神的横空出世 收集灵魂之力的信仰金字塔 再现魔界 大量的散布于 这片天地的灵魂 不断地 在一股股 无形按金细条的作用下 向黑色金字塔汇去 在那巨大的黑色金字塔下方 密集如潮的黑影 鱼贯而出 密集的黑影之中 一个横放着长长黑杆 渐渐地直立起来 在金字塔下方 无数妖魔同时发力下 这以沉重的深海之铁 铸造的旗杆竖了起来 高达数百丈的巨大旗杆上 一面银色的旗帜迎风展开 正是尼古拉斯王朝的旗帜 刚刚已无限复制领域 将圈入领域之中的龙骑士 击杀的贝尔斯巴达 看到远处的尼古拉斯王朝大军 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太多了 尼古拉斯王朝的军团太多了 而且其中不乏许多高等妖魔 巨大黑色金字塔两侧 一鸣鸣气息强大的妖魔 震动着背后的服役 站立在虚空之中 背后满天电光闪烁 一道道巨大的黑色闪电 不断地穿梭于虚空之中 天地 魔气晕印 越来越多的尼古拉斯王朝大军 出现在视野之中 从黑色金字塔身上 射出了一根根 以锁链相连的巨大铁锥 这些铁锥射出了数百张之远 远一点地 直接射入混乱的军团之中 破开层层泥土 摸入地层之中 一阵阵巨大咕噜声 从金字塔后方传来 黑色的魔气之后 自地平线下 一鸣鸣身高超过十丈 手执着黑色长脊 胯下是一座暗金色战车的妖魔 从远方冲来 在那战车之后 燃烧着熊熊的黑色地狱之眼 寻守者出现了 每一次爆赫 都如雷声滚过天空 同时手中的长脊 脊身都会炸出一片刺目的电光 那些寻守者数量非常稀少 驾着战车不断地曲线 巡回于战场上方 鞭撤着下方的妖魔 轰隆隆隆 金字塔后方 床床人影越来越近 却是无数巨大的 机脚魔神跨步而来 在他们手中 握着一饼饼 巨大的铁刺流行锤的末端 大手挥舞着 那一个个来去无踪的流行锤 便绕着他们的身周转动 在流行锤的驱动下 整个战场上空的空气 都搅动起来 呼呼的风声 相撤大地 更后方 一鸣鸣气息强大 至少在古尔列之上的魔族强者 抱手而立 站立在半空之中 在这些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将身后 一片片铁甲军团 悬浮于虚空中 一动不动 冰冷的目光 却透过铠甲 投射在这片战场上 特别是毁灭军团 第六天魔皇军团 第十二天魔皇军团 第三天魔神军团 第七天魔神军团 古尔列一手 扭下一名龙朝军团战士的脑袋 一边喃喃地倒出 远处黑沉沉 表面折射出 倒倒寒光的黑甲军团的番号 脸色变得分外难看 这次只怕是有难了 古尔列掉过头 望着黑沉的中央魔山 脸色如土 古尔列怎么也不明白 主公为什么选择 在这个时机建立王朝 惹是尼古拉斯王朝这样的大敌 面对如此众多的军团 即便是毁灭军团 也会非常吃力 空间扭曲 连光线都无法射透到 中央魔殿内 风云无忌 既做不动 身判 杀戮之魂的化身 已经越来越凝固 渐渐 与风云无忌的本体 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还有一会儿 只要坚持一会儿 本作便要成功了 风云无忌的意识海中 一个声音吼叫着 外面的战场 却是透过中央魔殿的上空 那巨大的魔岩 反映到风云无忌的意识海中 大量魔族的汇集 使得中央魔山与尼古拉斯王朝之间 聚集了大量的魔器 这浓浓的魔器将天地渲染得更加黑了 苍穹之下 浓浓的魔器几乎凝结如魔云一般 战争的阴云更加的浓郁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不断地推进 越来越多的妖魔 通过黑色空间传送门 出现在这片天地 而龙朝军团 面对数万的毁灭军团 很快便面临静灭的命运 然而新一波的攻势 正在酝酿之中 没有人注意到 原本一片寂静 只于清明 日轨 茉莉 迎祸 返魂 五星的漆黑天空上 渐渐浮现出万点星辰 尽管很淡 却是越来越明亮 这密密麻麻的星点 却是以中央魔山为中心 越靠近中央魔山 便越是明亮 银色号角尖锐而急促 连续响了五次 随后大地震颤起来 由天空俯瞰而下 比这中央王朝 打出数百倍的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整个中央魔山 大地上死尸遍野 然而比死尸更多的 却是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这便是王朝的实力 轰隆隆隆隆 大地震颤声中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越来越近 黑暗 渐渐占据了 所有中央王朝大军的视野 第七天魔皇军团 与暗黑军团的战士 都惊慌起来 面对强大的 尼古拉斯王朝大军 重妖魔的意志 不免松动起来 刀已有了 临阵逃脱之意 太玄的脸色 也是一变再变 不过片刻之后 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了解脱的表情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进行的速度非常之快 转眼之间 并已冲过了大半个战场 好饿呀 就在这时 一个洪亮的声音 突然从协方查入战场 这个声音 似乎是一个壮汉 自顾自的在说着什么 大战之中 却是没人理会 这突然压下 所有杂音的声音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依旧向前进着 便在这时 一片遮天蔽日的黑暗 从战场的背后 扩展开来 那片击黑至极的 黑暗扩展之处 一切东西都消失不见了 从黑暗的中央 发出了一股极大的犀利 淘汰 太悬大阵 差点脱口而出啊 那黑暗来得快 去得也快 当黑暗消敛之时 尼古拉斯王朝 衔接无缝的 王朝大军中段 突然出现了一个方圆 数千丈的 巨大空白地带 而原本行进于 这块空白的 数目至少上万的大军 便突兀地消失不见了 战场北部的虚空之中 一个矮蹲蹲的黑影 正蹲在虚空之上 舔了舔嘴唇 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方形的脑袋上 一双细小的眼睛 发出精亮的眼光 以一种贪吃的眼神 看着战场上 密密麻麻的大军 逃替 逃替 尼古拉斯王朝大军的后方 发出了一声惊呼 那名尼古拉斯王朝的将军 似乎认出了 这太古凶兽的名字 这些在魔界定居的太古妖兽 太古魔族 依旧保存了 他们太古的名字 很快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便分出一只戏流 向饕铁掠去 肚子太小了 吃了这么一点 便放不下了 哦 等我翻个身再吃 饕铁憨憨地自言自语道 话音刚落 这头太古魔族中的霸蜀级凶兽 突然朝天吸气 这浓浓的天地间 滚滚的魔气 便如惊吞一般 没入饕铁的府内 一声洪亮 如蛙铭的声音 震撤云霄 随后 饕铁的身躯 欲方便涨 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 那原本略向饕铁的 尼古拉斯王朝大军一惊 脚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只不过数席之间呢 这原本就是一粗壮大汉籍的饕铁 便涨到了数千丈之高 脚之尼古拉斯王朝的黑色 鸡脚魔神 还要高大一些 饕铁 好吃 有吞天纳地之能 这饕铁 自出生以后 极少显露于人的真身 泰玄终于明白 这凶兽 何以能位列 终极凶兽之列了 仅仅是矮吞吞 如土丘一般大小 就已能吞食 数千丈方圆内的生物了 待它变成 如此这般大小的时候 岂非真正的能吞天纳地 先干掉它 先干掉它 一阵惊慌的叫声 从尼古拉斯王朝的后方传来 随后 银色的号角声 再次响起 这一次 目标 却是这头震慑了 整个魔界的绝顶凶兽 无数道雷电长脊 拖着长长的魔气尾焰 划破长空 距如黄雨一般 向着饕铁射去 尼古拉斯王朝大军后方 一道道磅礴的魔气 化为滚滚浪潮 向着饕铁轰去 呃 我从来不挑食 看着迎面而来 遮天蔽日的攻击 饕铁 憨憨地摸了一下头 随后 大嘴一张 从太玄的方向 只见天地 骤然一暗 随后 尼古拉斯王朝大军 组成的黑朝前端 整个的消失不见了 至少数百万的尼古拉斯大军 消失无踪了 天地俱进 这一刻 所有人都震呆了 就算是太玄 也愣愣地 看着这头凶兽 脑海里一片空白 呃 这顿吃饱了 又能挨舍好几天了 滔铁闷声闷气道 随后 甩动着粗壮的四肢 一摇一摆地向着太古魔族 索鼠的群山走去 战场上静悄悄的 便是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也忘了拦截这头绝世凶兽 便任由他这么一步一摆地 消失在了西方 小子 还发什么愣 现在 只能靠你们了 我肚子已经饱了 还需要一段时间 消化这些食物 暂时 帮不上你们的忙了 哦 我去了 一个洪亮的声音 在太玄的脑海里响起 从这声音上听 一点也听不出 那饕餐 愣头愣脑的形象 嘿嘿 很奇怪是吗 你们瞒得过其他人 可是 瞒不过我饕餐 怎么说 我也和你们一样 是诞生在太古的 说一亿年前的争执 无对也无错 也怪罪不到你们这小子身上 看在同时太古的情意上 我也得帮点忙 顺便说一下 我是没什么种族偏见的 最多只有一个地域偏见 走了 太玄还没来得及插上一嘴啊 那饕餵的声音 便彻底从脑海消失了 太玄知道 这次他是真的走了 恍然中 太玄记得 风云无忌曾说过 在太古魔族的势力范围内 曾经收服过一头绝世凶兽 比力量连自己都不是对手 莫非 主公说的便是只滔天 太玄疑惑到 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莫然 远方地平线下 一股飓风般的狂暴气息 席卷而来 随后一个洪亮的声音 响彻大地 尼古拉斯陛下有令 无需理会那头妖兽 赶快灭掉 这个中央王朝 第三天魔神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古丽尔脸色一变 地平线下 新一般的银色铠甲大军 汹涌而来 重新填补了 被滔天吞吃大军的空缺 杀呀 杀呀 一片喊杀声中 中央王朝的大军 在剿灭龙朝军团之后 与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厮杀在了一起 太古魔头们 一个个化为了人凶暴龙 浑身的骨刺突出 形象可不 尽管面对数量 多了近百倍的大军 也没有丝毫的巨色 灰手之间 一道道道道器 冲天而起 灰色的刀器刺破苍穹 每一次 必有大量的魔族 被刀器洞穿 冲天而云 但同时 毁灭军团的数万人 整个被瓜分 每一个人 都被数百名以上的魔族 包围起来 只有冲天的刀器 与一阵阵咆哮声 证明着他们依然存活着 黑暗军团的第七天魔皇军团 毕竟不同于毁灭军团 对于风云无际来说 没有那等的忠诚 几乎是在接触的前一刻 大军前锋 便整个溃散了 古尔烈与贝尔斯巴达 一连斩杀了数百逃逸者 这才稍微止住了溃散之势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不断地向前推进 如同咆哮的名誉之海一般 势不可挡地将中央王朝的大军 湮灭 每一刻都有大量妖魔 与太古魔众 从天陨落 眼看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军 已人蹚过了 中央王朝三大军团的阵地 大军人潮前端 已经接近中央王朝的立即之所 中央魔山了 中央王朝的覆灭在即 就在这时 结魔九道 第五招 魔刀断育 话音一落 中央魔山之间 那横亢天地 接天连地的巨大刀形阴影 骤然重入落下 瘟 魔刀未落 天地之间的魔效之音却是四起 战场之上 隐隐无数黑气形成了道道魔影 发出了刺耳的魔效之音 轰隆 战场上空 数千丈高度的空气 骤然被排挤一空 空气震荡 发出了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 随着山巅那双 悬于虚空的明亮眼睛完全睁开 中央魔殿之顶 接天连地的巨大魔刃 重重地落下 刃身横贯整个战场 轰轰轰 中央魔山之东 一条巨大的凹痕横 横更整个战场 凹痕之中 血肉纷飞 原本刀势范围之内 密集的 有如过疆之己的 尼古拉斯王朝大军 整个消失不见 魔刀断一出 宽百丈 长进万丈的范围内 寂静无声 尸堆如山 在这碎尸之中 一人身罩黑袍 烈烈舞动 墓中冷颠四射 叛骨间 流露出无上的威严 主公 太学一刀斩杀了一名 尼古拉斯王朝的大将 目光扫过远方 那魔神一般的身影 吃惊道 他便是中央王朝的大帝 干掉他 东方地平现出 那原本一支暗兵不动 身披铠甲的大军 终于动了 数百气息强悍 功力至少在 天魔皇之上的妖魔 汇聚起来 同一时间 被魔刀断育 截出的空白地带两侧 大量魔族汇聚而来 层层的尼古拉斯王朝大军 放弃了中央王朝三大军团 而向中央的风云无忌围过来 只在风云无忌出现的刹那 数以万万计的强大神石 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来自于另一个空间的 尼古拉斯王朝强者们 立刻一声 化为道道黑红 破空而来 战子王朝强者们 战子王朝强者们